荻生的编程 我们开始 这里展示的都是我们上两次活动拍的模特 会员们交上来的照片都不错 我就选了一些 我们弄一下声音领 声音领 这就已经 刚刚很难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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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好 这里选的不是很多 因为我们只有半个小时的时间 所以我现在就开始了 这张是会员们 交上来的作品 大家看一下 我现在让大家看一下 他的问题在哪里 好在哪里 你们可以思考一下先 不要全部我 全部告诉你们的话 你们听完了就忘了 没有自己动过脑筋的话就忘了 那大家看到 大家看到 比较明显的一个问题是什么 我知道 对 这次摄温有点怪 因为 这一次 这一次的拍的照片 我发现好多会员都有 摄温片的很严重的问题 这里我选了一张 出来就 对 天眉红了 这个 摄温太暖了 摄温太暖了 自己找嘛 找你看颜色舒服的那个位置 很多时候不是说你按照标准数据 有时候出来的也不会是对的 所以你要用你自己眼睛去决定 不要靠数据 数据只是给你一个参考 不是绝对的 我现在发现有些会员去看颜色 光线那个表 但是好像 有时候我想拍这张照片是高光的 它那个表就是爆掉了 它的数据就是错的 但是你要的就是这个效果 所以这个表是给你参考 而不是说绝对你要按照它 绝对按照它的话 所有的光线都是平的 大家要注意这个问题 所以这张呢 其实它的动态 它的神态动作 手的配合都蛮好的 真的 但是就是它的色温没有调整好 那我们如果你是说这个是 怀旧的感觉 你可以把那个 我这里后期改了一下 就是把那个颜色反而简一点 把它做成好像旧照片的那种感觉也可以 但是说不要说那个色温搞得好 太怪了 就不一样 跟我们上一次拍模特打红蓝光的那种特效 又不一样 对吧 那是特效 但是前边的这个就是色温的明显的不对 大家要分清楚 对 对 对 你要它那个 有一个包可以给你看 对 对 绿的红还有 对 对 那个是色温的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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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些人呢 这个也不错 看动态 表情 互相配合都很好 但是 我们要出作品的话 细节很重要 我现在都是说 因为我们会员都跟我们一起活动这么多年了 我们的邀请要提高一点 不是说能拍照片 就是说我们还要从细节那里去了解你的照片 去把它调得更好 那她的问题呢 是整个都比较暗 她影响她那个低调没问题 但是低调的照片不是说全黑乎乎灰蒙蒙不是 她也有她亮点的地方有吸引人的地方 所以她现在这个调子是偏暗了 但是能够有一个亮点重点的地方没有突出来 那我们要细节这样调一下 把这个布前边可以亮后边按 那她的空间感就出来了吧 对吧 然后皮肤要把它调亮一点 她不是老人家 她是美女 皮肤亮一点滑一点是比较舒服 不会像这样比较暗淡对吧 那这个呢就会比较有一个精神点在那里 不会说整个画面都是比较暗淡的 这一张也是也是有那个偏色的问题啊 色温也是你拍模特的话最容易看的就是皮肤了 你看她的皮肤是紫红色的那肯定是那个色温是有问题的 我们还是要把它调整过来 其实你看这个动作啊 这些表情啊什么都可以配合的不错的啊 那注意的细节就是一些彩剪啊那些多余的一些边啊 可以把它弄掉 我们要尽量的把画面完整成为一副作品 而不是一个记录性的 简单的一个练习 大家看一下 前后对比是不是 后边这张舒服很多 你看 这个背景它已经灰紫色 皮肤是紫色 红的颜色也偏紫的 整个画面都是偏紫的 但是调整好以后 黑底就是黑底 皮肤的颜色舒服了 然后红的就是红不会偏紫 然后也是 前后的光亮 会有一个差距在那里 那它的立体 空间感就会出来 要不懂 要不懂的话 全部都一样 你看很平的嘛 整个光线很平的 那 把它调一下的话 你看整个立体感就可以出来 然后也 画面也完整 舒服很多 这些都是小细节 这些都是小细节 但是你调完跟调之前就是完全不一样 你可以看得到 对吧 这个也是 都是基本上是这个问题 就是 你看整个画面比较灰 这个我们 设计拍摄的时候 是要一个 暗调的 有一个 有一个测光的 光线的一个效果 然后这个 面是要暗一点的 那现在整个画面都是灰的 而且 身体 偏 太直了 硬板板的 会觉得 好像是有点 怎么样 太硬了 没有那个灵气少了 那我们可以 角度上可以调整一下 就是把那个身体 清洗一点点 也不用太多 一点点 然后把该亮的 我们要打光 就是要这个 边线要亮的地方 要亮起 不要说 你看整个画面很灰暗 没有空气 好像没有 地方空气喘气的那种 就是闷闷的那种感觉 那你调一下的话 那个 该光的地方要光起来 该暗的地方要暗上去 那整个画面就会舒服 而且 因为是美女 我们都经常说美女是比较娇美 比较 婀娜多姿的 我们有很多 我今天不讲 我只是讲一个 给你们思考的一个 方向 不好意思 大家有点吵啊 我们有些会员想听的话 听不到 大家如果想交流的话 可以在外边 或者在旁边 边边一点 我们会员 听不到 我在讲话 不好意思 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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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知道 因为 很多张都差不多 今天我不講Photoshop,因為我們有Ken Lee,他是專門教大家Photoshop,我們有很多課程在我們網站上,或者你有什麼問題,他下午過來,你也可以直接問他,他會回答你的,他是我們老師,沒關係。 因為Photoshop 程度不一樣,有一些人基本功也不會,有一些人已經很 advanced,所以我們就想說,Photoshop 我們可能等到11月份的時候再安排一下,專門講一顆人像,實際上我們網上都已經有了,Ken Lee 已經在去年還是前年已經講過一次,我們已經有錄像下來的,所以如果你想針對只是這支, 這幾個model的話,我們可以,這個功課可以再安排一下,所以最基本Photoshop 是很重要的,可是那個叩圖啊什麼的,這個是基本功是一定要知道的。 所以我們先開始從基本開始,因為今天才半個小時嘛,我們把大概我們要思考的方向,要了解,要我們拍完以後要怎麼去設計這個思考,我今天是跟大家講一個思考的方法,具體的操作我們另外安排。 以前呢,我大概每兩年我就會講一次那個構圖的整個課程。 很多老的會員都聽過好幾次,那以後可以叫會長,如果有需要的話可以再安排。 好,這張,這張也是我們要去想怎麼樣去構圖它,大家覺得怎麼樣,有什麼可以修改啊,或者怎麼取捨的問題上。 你大膽說沒關係,我們在學習嘛,你不想的話,你不記得的。 這個對普通的會員有點難度,我們不講這個。 很簡單的構圖,可以整個好,後面的不要。 對,很好。 對,這裡的空位太多了,這條布就變得有點多餘,對吧? 你好像不拉乾的廣東話,完全沒有關係。 所以呢,而且那個顏色也不夠亮,它也是沒有調好的,有點灰。 我們可以調藍色,可以藍一點的,對吧? 然後,它是女孩子這樣按下去嘛,那我們可以把角度再彎一點按下去。 那這樣看的效果是不是比這個好看很多? 這個就像一個練習作品,這個可以成為一張完整的作品出來。 好,這個。 這張它調得很好啊,它的臉色啊,顏色都很好。 就是說,我們要注意一些小細節。 這個。 它哪個手? 這個。 這個。 這個可能是電視顯示的問題,跟它照片沒關係。 因為我在電腦上看就沒有這條。 這個電視顯示出來會亮一點。 所以,它本身,如果你可以看一下這個電腦,它本身的顏色調得很好。 所以,但是這裡還是有一點小細節,我們要注意。 嗯。 就是。 那好,我們注意一下小細節。 這個手扶在這裡是可以的。 但是這個手呢,因為擋得太多,只有一個手指露出來。 就覺得有點怪,有點多餘。 對吧。 我們可以修整一下Photoshop。 那個就很簡單啦,用那個圖章蓋一下就好。 那個。 我這裡就,不要隨便啊,不要說細節啊,我是隨便弄一下。 細節的話,自己慢慢弄。 就把它蓋了以後,把這個空位有點大。 我們可以壓一點點。 那看上去就會完整一點,舒服一點。 然後這個手指,你看。 不對比的話,不覺得它刺眼。 一對比起來,這個手指就有點刺眼。 對吧。 我們把它塗一下,就會好看很多了。 它本身這個調的皮膚啊什麼都很好。 這個專業的水平的。 那個白色,你那個白色,你那個白色有什麼? 這個電視看上去會讓你看這個電腦,沒有爆的。 所以我剛才已經說了一次。 電視這個,因為每個,因為現在是數碼吧。 每個屏幕顯示的那個數據會有點差距。 好,這個呢。 不是,肯定不是。 好,這是大家一起拍的,肯定每個人都差不多。 可能自己都認不到自己。 好,那我看它那個動作啊什麼,你抓到那個瞬間也是可以的。 但是你看那個構圖就比較,問題就比較大一點。 看到嗎? 知道,找到問題了嗎? 你看,它的腳踩了一半。 一半不多不少,一半就很怪。 好像斷腳一樣。 然後這個位置太跳了一點,那個點。 既然它是動感的。 你拍完以後才發現你的腳沒了一半。 怎麼辦? 那就在後期把它踩一下。 我們踩的時候呢, 踩檢的時候要注意一些細節啊。 我可以在這裡講一下。 如果腳的話,不要再半截。 你可以踩到小腿,也不要剛剛好膝蓋也很怪。 你可以踩到小腿,踩到大腿。 這裡也可以。 然後手的話也是。 不要剛剛踩到半截,那個半掌那樣也是很難受的。 看上去。 你要不就一直踩到那個肩膀。 要不就保留整隻手。 你不要一半一半很難受。 那它是在動感的。 你的腳也沒了一半。 那你後期怎麼去處你呢? 你可以把它加強它的動感。 加強它的動感的話, 這樣擺一下。 整個畫面就可以完整了。 你這樣就。 而且它很開心那種感覺也出來了。 對吧? 跟這樣直直的。 哦,好像我很隨意的爽一下。 就是跟這種,就是它很開心的那種情緒表現出來。 是不一樣的。 所以不要說採檢啊,後期啊。 不重要,很重要的。 這樣對比一下。 大家看一下。 因為它要動感。 你不能每一個都要直直的。 這個我們不需要這種。 因為它可能是多重曝光,或者是後期三張拼在一起。 所以這個就是那個雨傘還是那個花的紋路互相重疊在上面了嗎? 不用。 這個它就是多重曝光嘛。 它這個碎點沒關係,只是不要太影響畫面。 但是它的細節也是沒做好。 你看這個布一半就截開了。 把那個斷掉了。 它應該把它一點起來。 然後也是整個畫面的色彩跟光線比較平。 所以你看一二三三個人都是在一個平面上沒有那個立體感出來。 你輕輕調一下。 你看。 整個畫面就不一樣。 把這個布。 用Budoshop copy過來拉一下。 把它虛過來。 沒有一條這麼硬繃繃的直線在這裡把它割掉。 然後這個空間。 你看這個空間跟這個空間是平均的。 這樣就不好看。 我們要把不要太。 我們不是做那個對稱式構圖。 不是做圖案的一個畫面設計。 它是你看。 它這個是動感不規則的東西的話。 你的構圖也需要有不規則的東西在上面。 而不要說太死板。 太死板的話。 你整個畫面就會有不舒服的感覺出來。 所以這個空間跟這個空間是。 你感覺上看上去是一樣的空間。 所以是不太好。 你可以去剪一點。 這邊可以寬一點。 這邊可以壓一點。 然後把那個。 這個。 這個日體感。 顏色。 光亮度。 可以調整一下。 讓它整個畫面。 雖然是做那個。 舊照片的感覺。 但是也要有。 它精彩的地方。 而不是說。 太。 灰暗。 整個畫面好像。 蒙了一層霧氣。 那樣。 不夠精神。 好。 這樣。 調一下。 整個畫面會好一點。 這裡也是。 它選了這個角度。 它剛剛好看到它的相機。 也是不錯的。 但是我們也是要注意那個細節。 你看這些布。 這些腳。 邊角料都跑出來了。 就應該要裁掉吧。 是不是。 然後那個腳都可以收一下。 把它。 把整個畫面壓緊一點。 把它的對角線。 那個構圖更明顯一點。 舒服很多。 不會說。 這個好像是太隨意了一點。 這些地方。 太亂了。 而且沒有用的。 完全是沒有用的。 這個對角料。 等一下就會好很多。 你要調成是高光的。 亮度的。 也可以。 暗度的。 也可以。 都沒關係。 這個是後氣條的。 好。 然後這個動作呢。 它是在跳起來的。 跳起來感覺這個腿本來錯覺。 感覺這個腿在這裡。 但是只是一看。 腿沒了。 難受對吧。 所以呢。 我們怎麼辦呢。 可以。 調整一下。 把那個視覺的錯誤把它延伸。 調整一下角度。 讓它那個腳的感覺。 你看。 轉一點點而已。 因為它跳動嘛。 它轉一點點。 它這個腳呢。 你再看就沒有這麼。 這一張這麼突然。 好像在這裡腳。 但是轉一下呢。 這個腳就感覺是。 在這裡垂下來。 它要。 因為它歪嘛。 它這個腳要。 擺到這邊來。 要把它站穩自己。 所以它那個中心點。 過來了以後。 它這個重點就可以回到這個腳上面去。 那這個是。 可以有兩種調法。 一個亮。 一個暗的。 都可以。 這個是後期隨便你怎麼調了。 大概我就講了。 這幾張都比較有代表性的。 可以這樣去。 以後你們拍照片可以用這種方法去思考一下。 好。 然後下面有幾張是。 不錯的一些照片。 作品。 是會員們拍的。 我們可以欣賞一下。 這個不錯。 它。 構圖很飽滿。 多餘的東西沒有。 也是不錯的。 這個顏色啊。 動作啊。 比作的也是不錯的。 可以再。 有一點細的調整。 但是整體上來看是不錯。 這張也是。 電視看有點亮。 電腦上看沒有。 這張也不錯。 這張跟剛才那張。 這張為什麼不用拆? 因為它有一個連接在這裡。 它這裡的空間雖然大。 但是它下面有一個整體。 所以我們不。 這一張我們就不用把它拆掉。 這個就是我們說的紅藍光。 我們上次打的紅藍光。 這個就不。 這個色溫就沒問題了。 因為我們是故意打了一些外光出來。 跟那個色溫是完全不是同一個情況。 是不是? 這個也是不錯。 它的光。 它高光的地方集中在這個重點的位置。 暗的地方在暗。 所以不錯。 這張也可以。 這張也是可以。 這張已經很好了。 它抓到它的表情。 很好。 我們已經有點超時了。 好。 謝謝大家。 我大概就講這樣。